再扣过来 漂亮 过来了 赵明谦的大门 球接了 赵明谦 为上海玉米诗花 拿到了2020中超赛季的 第一个进球 这种进球 它不是第一次出现 右边落 第一名球 扫过来 这一下开一看 抢射 完成破门 下半场48分钟 这边上海绿地生花 把比分扩大到了2比0 又遇到篮杰 还在他的脚下 批平球给过来 打 漂亮 马里 这次是高林的传球 克雷西亚多在前点一蹭 到了后点的马里 下半场 屁股上来 马上见攻 52分钟 深圳加州夜扳回一球 场上的比分 变成了2比1 前场三差级 直接参与了这个进球 你应该 挺幸运观察一下 郭威助跑节奏变化 打 这一下还是球速很快 完成了破门 上海绿地生花 3比1 领先深圳加赵夜 这次马里助跑的距离 并不是很长 助跑 打门 这一下 曾成也是叛造队的方向 但是没有办法 把球挡出门外 3比2 不清楚的找到了17号 杨立宇 在C 保里奥 7分24秒 第1个进球来了 第1位 上1个进球 只晚了1分钟 开场7分钟 开 问题啊 对啊 接力 是 复理切力 漂亮 40分钟 会是豪破门 个人赛季的第3个进球 2比0 恒大2比0领先 广州福利 实际上可能比打生花的时候 还要轻松 因为打生花的时候 恒大的第2个进球 是在下半场产生 再转移 6 5 漂亮 边后卫进球 这两轮边后卫进球多多呀 53分钟 恒大打进第3个球 在韦氏豪之外 又添一个射手 本土射手 63分钟 凯斯卡 打点球在下一棚 打进了球队第4球 广州 高质量 这小脚啊 对 商品50的第5分钟 艾克森 高质量的一脚射门 广州得比战 艾克森进球 打到巴黎 追平了 扎球 过人 这时候有变化 进去的前 是个机会 打门了 这球进了 跳 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始 我们就说这场比赛非常出色的瑞典外员拉尔森 下半场比赛为大力人首爱纪录 这球看得是真漂亮 五眼这下其实说实话 它舒展的也非常不错 已经是极尽舒展之能事了 但是确实角度太刁了 你再看一下 这个角度还不足以去看这个球有多刁啊 而且是一个贴地展 在门前 对 有一个急睡 现在是单挑张冲 现在是单挑张冲 左脚啊 接下来的时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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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的停顿 非常的轻松 场上的比分呢 就此被改写成了1比1 接下来的时间呢 打后门柱球队 可以说 北京国安队今天 开场就取了一个梦幻般的开挤 是 而且这球啊 比埃拉控制的特别好 没着急发力 它的注意力全放在 一个是打角度 另外一个呢 压低了高度 给打飞 我们来看 右边后背 王刚 利用起诉的优势 切到对方身前 在球行将出底线的一瞬间 倒地一个产传的动作 把球送回来 而且送的质量非常高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球 是 球自己打 要比船好 是 哎呦好球 漂亮一个投球 哦 这个球 很脆 完全是力压防守队员 上场比赛进行到34分钟的时候 实际上冲队 通过一个角球的 进攻 一个快速的连贯动作之后 打一个角度 但是球打得太正了 哎呦好球 我们来看这个机会 漂亮了 漂亮了 然后进去里面 有点跟了 那不像我们先前说的 可能只有朱建荣一个点 这个球呢 阿里斯安德里尼 他朱建荣跑前点 他后排呢 跟了一个后点 是绝对占优的 中楼一队 我下了球 又拿一个 又是一个角球 哦 这个角球是 苏主 但是跟自己的队友是撞在了一些 好像有点受伤 但这个球 又是一个角球 打 漂亮漂亮漂亮 天外飞鲜 天外飞鲜 意想不到 这小球真是在这个时间 这个进球的时间也很关键啊 85分钟 虽然我们看 又是亚历山德里尼 帮助球队 扳平了 比分2比2 亚历山德里尼 这点非常的尴尬 门前 这属于上半时 压哨了吧 压哨的半场绝杀 阿脑特别急 注意力呢 就像刚才孟芷所说的 第一呢 注意力就有点不集中了 阿脑的移动线路呢 就没有人特别关注了 嗯 这个时候呢 也得看看啊 在前点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这是干嘛 我们来看一下 看看罚的这一下啊 我估计可能投诉 就是吕文君在抢位置的时候呢 这是谁啊 有一个胳膊肘去撞倒防守队员的动作 从而抢到了这一个落点 因为是什么呢 因为他前点安排了一个个子非常高的马尔康 嗯 他属于一个区域防守 站在位置 如果不撞开这个人 是不是 当然这么打呢 一是你本身防守可能有危险 看看 二分之一球 穿过来了 随后领这两下不太顺畅 直接打扮 击中了球员的横辽 阿脑特别急 打进去了 打进去了 吴忠辽远 下半时闪戒战 阿脑特别急 你看 一个足球运动员 热爱足球的 他进了球之后笑起来 这是天真无邪 是啊 这个呢 刚才我刚要讲 你这刚才这么抢呢 你就够位置这样逼抢啊 你也很冒险 是吧 一个是你肯定累 这种天热 另外一个呢 你后边空档肯定大 你上岗的这反击能力 前方剑救援这种能力 确实后边很危险 这是谁下地一大飞产啊 关键这一就是你过来补啊 就是徐天元他已经是属于亡羊补牢了 但是你说你能不能补得住 而且那个球如果铲了 他腿抬那么高是风险很大 对 就是说下地这一件啊 得有把握 就因为你起不来了 对吧 吐了 这边我觉得可能也是体力 这一歇回来 你看 你让李卡多每一次拿球 他这质量 你没法弄 对吧 自己打 你说 我单棋 一路杀向进去 你就贴我身边 丝毫没有办法 比分达成3比0 这一圈阿脑也不会怪他 因为他已经进俩了 说这一圈你没给我 也就算了 毕竟还进了 是不是 再看看啊 这个一对一摆脱 这就太危险了 这些防守 这些技 你怎么着不能让他突破 你看 你打一身后 追 这就扛没扛住 是吧 还是让他抹进来 如果这谁啊 不封出来 这球我估计人给给了 是吧 美米舍维奇 不封这一圈 这个球啊 就给阿脑托维奇了 他确实是能力上的差距 太快 没办法 到底有多强 你看华业幸福 现在防守的已经 完全跟不上了 又打中了 你看弹回来 又是到了那个角度 跟阿脑托维奇 打进那第二个球 有点一模一样 是 诺贝斯好 总能找着这个 捕射这点 这球员 你看 这球路的这种判断 对 这个球还左脚 当然你不能不说 确实 还一单刀 对 你需要 借助一些运气的成分 因为这球对 但是二次机会还有 没错 刚刚蒋哲 有一个变相 踩下来转身打 球进了 圆敏城 这 重庆当代啊 在前两轮的比赛进球 都是靠后卫球员来完成 当然这次定位球 二次进攻 天津泰达 防守 做的并不好 这个球呢 右边的拿球 往外线一变相 这两下可以啊 清楚 还是要传终啊 看看后面的情况 外线还有 赵洪略一脚远射漂亮 球进了 一脚贴地斩 荣耗 对 刘若凡的传球 脚跟传过来 没越位 不越位 那边 刘若凡的那个 没错 应该是老将陈雷的位置啊 相对拖后了一点 那这让天津扳平了 比赛 拐过来了 非常漂亮 来看一看 左脚的传球 停下来 怎么调整 来到发球区 左脚射 球进了 英雄将士啊 没错 戏骨上场的董红林 最后时刻啊 还剩十分钟的时候 攻入一球 孔静当代 再一次领先了 你必须要说 刚才尹宗耀 这次从边线 拿球突破传球 哎 你看看又落传中球 哎呦 又点抽电了 这是荣耗 这球 在底线附近的传球 厉害了啊 是不是有折线呢 最后时刻 翻评比分啊 这个球是千万 这个球是千万